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我在二楼的房间 你看直接能看到他们的墙壁 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248天 也是我们在贝鲁特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打算去打卡两个非常神奇的景点 第一个景点是世界上有人居住最薄的房子 另一个是黎巴嫩著名电影《何以为家》的拍摄地 今天我们要在黎巴嫩走4.4公里去探访 世界上最薄最薄的建筑 丁点的 而且现在还有人住 据说那是因为兄弟分割遗产到 1954年的事情 黎巴嫩其实挺多这种奇葩事情 虽然它这么小的国家 它一万多平凡公民 但是这种小奇妙的事情特别多 这门口骂谁呢 这里是海边 然后这里就是世界上最薄的建筑 看到有多薄了吗 天哪 有意思没有 不知道啊 哥哥或者是弟弟啊 就是修这么薄的房子啊 就是为了要挡住后面的自己的哥哥或者是弟弟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有没有意思老婆 我太可爱了吧 对呀 看看这下面 就这么薄一点 据说这里现在它是租给别人当妓院的一个地方 当啥 妓院 妓院啊 对 但是问题是妓院这么薄也很难受吧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不是这个事情本来不就是享受的吗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我在二楼的房间你看直接能看到他们的墙壁 就这么薄一点 这房子 哇好奇特呀 真的 太有意思了 这可是在贝鲁特的一个黄金地段 你看这周围全是高楼大厦 在离世界最薄房子500米的距离 有一个即将废弃的游乐园 它其实是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的拍摄地 很多人对黎巴嫩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部电影 在前一晚我们还特意回顾了这部电影 非常自愈 黎巴嫩虽然是个小国家 但是他们有一部电影很出名 有一个最著名的取景机就是在这里 豆瓣评分高达9.1了那部电影 9.4 9.4分哈 哇厉害厉害厉害 取景机就在这里 看到没有了 那个小男孩啊 跟着蟑螂侠 对 在游乐场里找工作 对就在这里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买票吗 没有买票 哇老公我看到没有了 哪个 我女 在哪里啊 这里 是扯开的吗 没有 好像换了件衣服了是不是 对 换衣服 是这衣服的 哦 衣服被扯开了 扯开了的哦 那这部电影真的很出名啊 看到了吗 它真的被扯开了 然后 那个女佣就在这个方向 在那个位置看过来 对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个男主角哈 嗯哼 他就是在这里坐着 睡着是不是 在这里坐着 哦对 哎对 就这个角度 就这样的角度 在拉 对 天呐 我来到电影场景 对 这个电影里面的游乐园 很快就会不见的 因为好像他们已经在拆迁了 已经绣迹斑斑了 很快它就会消失的 这还能用吗 不能了吧 还可以 门口这个跳楼机显得有点矮啊 这感觉我像觉得只有八九米的样子吧 正常跳楼机不都是七十米高那种啊 有人找有人合照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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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哈 那我想起了何以为家里面这个小男孩 对啊 就在何以为家拍摄里面 对啊 就在何以为家拍摄里面 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